全台灣,大概每40個台灣人就有一位是來自東南亞的移工 而且每一年都在成長 那也相對的代表著我們跟移工之間的關係也會越來越緊密 這些移工剛到的時候基本上是完全不會說中文的 然後沒有人是當地的朋友也不會說當地的語言 那是一個很大的適應上的困難 除了本身自己的不適應以外 他還要面臨的整個社會大眾對他們的一些刻板印象或偏見 其實他是要去承受很大的壓力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聽不懂中文嘛 你為什麼那麼笨啊 你不會做什麼事情 直到我們的心裡面好像好痛喔 好痛苦 然後晚上的時候我會哭 就都哭不要給他們看 對 他來台灣其實就跟我們台灣人出國一樣 就是努力的要存錢 然後給自己或者是給家庭一個更好的未來 但這些工作其實沒辦法累積一些更有價值的技能 所以當他回到自己的國家去找工作的時候 我還是只能找到薪水很低的工作 我覺得這就變成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就在找說 有什麼樣的地方是我可以幫上忙的 然後我就認識一個印尼人 邀請我成為他們中文老師 我就去試試看 然後我記得跨年的時候 請每一個學生都畫出一個他們的夢想 但是我發現快要一半的人畫出了一個墊 我就覺得搞不好我可以來開一個專門 教這些移工怎麼樣準備回國開墊的課 讓台灣變成是他去實現夢想的一個中繼站 那這就是一開始玩Porty的發想 畢竟在台灣一共是一個滿邊緣的議題 那我希望用新的方式去讓大家知道移工背後的故事 所以在工作中我也是一直不斷的在挑戰 嘗試一些不太確定能不能成功的事情 來囉一二 歡迎來到台灣 希望你們學習順利 OnePorty主要做移工的教育跟陪力 除了協助這些移工在台灣的生活事業以外 更重要的反而是他們回國之後 有沒有辦法有更好的未來 所以我們有一個移工人生學校 包含語言課、電腦課、儲蓄理財 各式各樣的課程 在工作之外 他可以學到很多更有用的知識跟技能 我姐玩Porty寫的電路跟網路 可以幫助我爸爸媽媽的店裡面在印尼 所以我感覺這樣很好 回去印尼的時候 我好好顧我們的店 不是好好在家裡 過家庭 我們每一年都會到印尼去看看我們那些學生 他變成中文老師 他變成中文翻譯 結婚啦、生小孩啦 或者是開店 所以其實就是因為沒有斷掉的這一些連結 讓我知道 其實我真的是很有意義 當有一天你們準備離開台灣 回到家鄉的那一刻 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笑著說再見 也可以讓你們在回國之後 繼續實現你們的夢想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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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